最後一刻還有這樣的電話 我就覺得很厲害 最後一分鐘都不放光 政改都快表決了 不過慧寧聽說 中央仍然有密集的拉票工作 還改策略 不找官方的人遊說 找朋友來播見面 有個議員跟我說 那個是基督徒 最近有個很久很久沒見的人 你知道找他做什麼嗎? 想和你一起為香港祈禱 告知禍 改用婉姓的方式 借一些意見一下你 說一下你 梁繼昌還說 前晚11點 還收到朋友電話 勸他投棄權票 我收到一個信息 中央看看你 是否一個溫和的泛民 可以溝通的泛民 他還說 如果投反對票 中央就會界定他是死眼派 誰朋友這麼厲害 梁繼昌只是肯提供以下的線索 他是香港人 總之是十年八年的朋友 不是剛認識的 亦不是不見面的朋友 業務關係 都有跟中方很多的接觸 他人物關係是廣泛的 在內地 但他就說自己 怎麽都不會投棄權票 投了 只要支持和反對他的人 都罵他 不過中央拉票的攻勢 真的不可以看少